走猪带兔 古时候有个农民 有一天正在田里耕地的时候 看见一只兔子飞奔而来 正好撞上田边的一棵大树 把脖子摔断了 就在树下死了 农民急忙放下手中的农活 朝大树走了过去 他没有费吹灰之力 就得到了一只兔子 他心里十分的高兴 想 如果每天都像这样 轻易地得到一只兔子 既有肉吃了 又可以用兔皮去卖钱 这要比自己在烈日下 更衣天地要划算得多了 打这以后 他就放下农活不干了 整天坐在那棵大树底下 或是两手抱着膝等待兔子 或是两手拖着后脑勺 幻想兔子一批一批地撞在树上 可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再也没有第二只兔子来撞树了 结果呢 他的庄稼全荒芜了 像他这种抱着侥幸心理 企图不劳而获的行为 也被人们当作笑话传开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